事情当然没那么简单 您知道张岳峰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分手的吗 简直令小男的家人完全不能接受 原来因为恋爱的时候 两个人在同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不允许同事之间谈恋爱 所以没过多久张岳峰就被劝退了 而小男也可能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一看男朋友被辞退了 他一气之下也跟着跳槽了 有人可能会觉得女朋友都被自个儿牺牲这么多了 张岳峰应该挺感动吧 不 后来发生的事情 简直令人万万没有想到 这是家人在整理遗物的时候 发现小男的手机上 他发给公司领导的微信 时间是2018年11月1号 领导问小男身体怎么样 小男回答刚做过手术 什么手术 小男的家人这才惊讶的发现 小男竟然为张岳峰剁过胎 同样是在这段聊天当中 领导曾经叮嘱过小男 一定要把身体养好 不然以后会有后遗症 小男还表示自个儿知道了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短短三个月之后 他竟然又怀孕了 而且再次去做了手术 而对于这一切 家人根本毫不知情 也许当时在小男年轻的头脑中 不仅缺乏必要的自我保护意识 更有着对男友的盲目自信 在他看来 这事就算不告诉家人 自个儿还有男友 男友一定会处理好这个问题 可是他没有料到 就在第二次手术之后不久 他等来的却是当头一棒 男友竟然要跟他分手了 而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要求 小男友有些震惊 他死活都不同意 怎么才能够留住男友呢 一番拉锯战之后 事情的走向开始越发的荒唐起来了 当时张岳峰竟然提出了 一个匪夷所思的要求 什么呢 复合费 男孩就说 你一年赚过十万块钱 要是给他 他们就和好 什么 分手费这种东西倒是有所耳闻 这复合费又是什么名字 有人或许会觉得 张岳峰这人也亲人太善了吧 他把小男当什么了 聊钱书 提款机 你们别说 小男的家人还真就是这么认为的 一发公司有钱了 好了男孩对他就好了 男孩的钱用完了 就骂他 现在赚钱的时候赚不到钱 王成业说 他说的这些话根本就不是空口无凭 事实上小男出事之后 他们不光从小男的同事那听说了这回事 在女儿的手机上 他们也找到了张岳峰向女儿要钱时的那个嚣张的态度 这是2019年3月10号案发的4天前 小男发给张岳峰的微信 小男说 一年后我完成目标 我们就在一起 好吗 张岳峰回答 做到了 你想要的就都会有的 不仅如此 当时张岳峰还对小男说 不骂你不行是吗 小男回答 好的 有心理学家提出过有一种情感状态 叫斯德格尔摩综合征 是指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感情 甚至反过来帮助加害人的一种情节 小男是否就处于这种状态呢 我们不得而知 但多少能够看出来的是 他对张岳峰的感情 似乎已经到了偏执的地步 哪怕张岳峰的态度已经如此恶劣 他也没有想到过去 结束这段不平等的感情 甚至还把这个听起来 肥琐思的复合条件 当成了生命中的一道亮光 奋力的去追逐